黑裤子为什么不能穿 这个话题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争议 有些场合穿黑裤子很合适 但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用黑裤子来做搭配 很可能会拉低你的穿搭气场 大家好 欢迎回来Grace时尚生活这个频道 那今天呢我的眼睛有一点点红 所以戴了一副眼镜稍微遮挡一下 希望不要影响了这集影片的质量 那在今天的影片分享中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周七天的七种搭配 当你把黑裤子换掉后 你会发现你的时尚度 个人风格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星期一配条纹毛衣 左边的白衬衫加条纹毛衣配黑裤子 好像很经典 但由于搭配基础 缺乏个性也缺乏层次感 右边换上了浅艳麦色的长裤 整体的视觉效果立即轻盈 时尚了许多 那这套长裤呢 它是一个羊毛混仿内带衬礼的长裤 特别适合秋冬阴冷的天气 这套裤子我是去年在Petite Studio入手的 利用率特别高 今年天气一凉呢 我又把它拿出来了 里面的白衬衫厚薄适中 材质既柔软又不失筋骨 那无论是单穿啊 或者在秋冬毛衣里面做内搭 都很合适 不经意的时候露出袖口的两颗 有不规则金边的纽扣 给人一种低调又考究的感觉 左右两边换了一条裤子 是不是气场都完全不同了 那今天视频中所用的单品呢 大部分都来自纽约的Petite Studio 那所有的产品链接折扣码 我也会放在本支影片下面的说明栏中 给有需要的朋友做一下参考 那好 星期二我们来看一看配 每个人衣橱里都有的浅色毛衣 浅色毛衣好搭 可是配上黑裤子 上下身颜色各占50% 形成强烈对比 柔和感不够 这时如果像右边一样 换上一条深艳麦色的长裤 在视觉上打破了原有黑裤子的沉闷感 但又不会让下半身显得过于的显眼 对腿型的包容度也很好 那么这条裤子呢 也是有衬里的一个羊毛混纺的裤子 它在后腰呢还设计了松紧带 让穿着更加的舒适 这条裤子呢还配有一根本部的细腰带 随意系在腰间自在又飘逸 和风格休闲的毛衣上衣十分的匹配 这件毛衣的颜色柔和 很容易创造出温暖又柔和的视觉感受 它的材质呢是有45%的毛 加上55%的棉 上身后柔软舒适又有一定的保暖性 如果天气再冷出门的话 披上一件羊毛大衣就可以出门了 这款全羊毛的大衣是一个半层的设计 半层设计的大衣呢 在肩部和上身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和保暖度 但下半部分下摆呢 又比较的轻盈和自然垂顺 那这种半层设计的大衣 特别适合秋冬过渡 或者是冬天不特别冷的地方 以避免大衣过于的闷热 在刚才的穿搭中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包 就是这一款来自纽约的Tiley Blake的一款牛皮包 那这款包包的颜色呢 是今年最最流行的橄榄绿 那如果你不想把橄榄绿大面积的穿在身上 觉得会让脸色变暗呢 不妨用在你的饰品上面 这款包包呢是由意大利制造 采用的是高脊感十足的颗粒牛皮 那它里面呢 也是有质感极佳的脊皮来做内力 包形既挺阔又不过于锐利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贴心设计 两个大大的有拉链的口袋 可以放一些私密物品 那中间的一层呢又没有拉链 那你的小水壶啊眼镜盒化妆包 可以轻松的拿进拿出十分的方便 那这个颜色 既给秋冬的衣橱增添了一抹亮色 一抹颜色 又不会过于的抢眼 有一种高级的季节和谐感在里面 包包的尺寸呢也是不大不小 既有一定的体积感 适合秋冬比较厚重的大衣外套 又不会过大 过于的压身高 那如果你想在今年秋冬 在你的衣橱里增添一抹 今年流行的橄榄绿色 不妨就从这一款包包开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看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说前两套穿搭都是配浅色的上装 那配红色一定是黑色最好看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红色配黑色 红色有一种被黑色压抑或者冲掉的感觉 并没有凸显出这款红色毛衣的特色 右边呢我用一条深灰色的裤子取代了黑裤子 脖子上又加上了一条浅灰色的围巾 灰色冷静的高级感 衬托着红色的热情 让红色更加的突出 这款红色的毛衣是100%的美丽努羊毛 美丽努羊毛是我在秋冬季十分喜欢的一种材质 它比羊毛更加的保暖透气 在秋冬季节一件正红色的毛衣应该是衣橱的必备 它不仅可以给人视觉感受丰富 而且为接下来的圣诞新年营造出温馨又愉悦的氛围 那这款深灰色的裤子和前面那一款深色的燕麦色的裤子 是同样的羊毛混法 裤子也是自带衬礼 十分适合秋冬季节穿 外出的时候套上一件衬衫式的泥外套就可以了 那这件衬衫式的泥外套是今年大热的一个单品 比起传统的长款泥外套 它看上去更加的休闲更加的随意 但由于材质中含有70%的羊毛 所以呢具有一定的保暖度 那特别适合秋冬过度的季节穿 那它下摆的圆角设计 让这件外套呢更加的温柔有亲和力 同时呢在穿裤装的时候 也显得身材的比例呢更加的协调 那宽松衬衫式的毛泥外套呢是今年秋冬一个特别火的单品 天后王妃呢不久前呢也被大家目睹 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式的毛泥外套出现在公共场所 那星期四我们来穿一件每个人衣橱里都有的灰色的毛衣 灰色的毛衣无论深浅无论款式 配上黑裤子都会显得沉闷缺乏个人特色 像右边这样换上了一条灰色的长裤 浅灰毛衣加深灰长裤自带层次感 那如果脚上再换上一双灰绿色的休闲鞋 休闲鞋中的绿色和包包中的绿色相呼应 那鞋子中的灰底和衣服裤子中的灰底 看上去又十分的协调 如果出门的时候想穿一件宽松的泥外套 脚上我会换上一双靴子 因为泥外套的容量感和体积感 需要有鞋子的重量和容积来进行平衡 否则容易显得头重脚轻 到了星期五可以穿得休闲一点 让我们试一试舒适休闲又挡风的牛仔衬衫 搭配经典又实用的牛仔衬衫 黑裤子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这两年大热的 牛仔加牛仔的搭配方法 将不同颜色的牛仔单品搭配在一起 凸显出个人的穿搭风格 那无论是把牛仔作为外套做一个叠穿 或者把牛仔作为衬衫塞塞进裤子里面 看起来都同样的年轻休闲又有活力感 那裤子呢也可以把裤脚卷起来 变成一个九分裤 露出下面这一双米白色的脊皮靴 这款牛仔衬衫它是100%的全棉 搭配有棕色的纽扣 那配上棕色的大衣看上去呢十分的和谐 牛仔衬衫的前胸还有一个折边的细节设计 那这一款在今天的搭配中出现了多次的脊皮皮靴呢 值得一提 它这一看一个平底鞋 但其实呢 它穿上去呢 有一个3.5厘米的增高效果 那这款鞋呢 它上面呢 是100%的牛皮脊皮 脊皮这个单品呢 大家都知道是今年秋天一个大热的单品 给人的感觉呢 复古又经典 而且脊皮的皮质呢 穿上去以后给人的感觉 是既保暖又不闷脚 而且在秋冬季穿一双浅色的脊皮皮靴呢 很容易帮你打造时尚又经典的造型 那这一款鞋呢 来自Bow Today 打好折以后呢 好像才100美金出头 比起很多其他品牌的脊皮皮靴 动则几百美金 它的性价比呢 十分高 那我穿的是US8嘛 那尺码呢 也正正好好 不偏大也不偏小 那一转眼呢 到了星期六 晚上呢 想跟家人出去庆祝生日吃个饭 那么黑裤子呢 应该是首选了 那如何穿黑裤子呢 真的不能穿吗 那大家看一下 黑裤子可以穿 但是可以把重点转移到鞋子上 左边是黑色全长的裤子 看起来平平无奇 右边 由于换上了一条九分裤 自然将视线拉到了脚踝的部位 这时候可以在鞋子的搭配上 下一点功夫创造出个人风格 比如我在一身黑的装束中 配了一双深九红色的玛丽珍鞋 这双鞋子呢 也来自Bow Today 既时尚又个性 同时也为一身黑的穿搭 增添了一丝活力和亮色 那如果你想穿黑鞋子 一款简约经典的乐福鞋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乐福鞋配上黑丝袜 优雅的轮廓不仅修饰脚型 还为整体造型增添了精致感 那说到乐福鞋呢 有两点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让你的乐福鞋看上去经典又优雅 有两点呢 要注意一下 第一呢 就是选特别厚重底的乐福鞋 底部特别厚重的乐福鞋 好像是有增高的效果 但很容易让你的下半身呢 看上去呢 特别的笨重 那第二呢 就是这个斜盖的部分 你斜盖的部分越长 对脚的包容度越好 可以让你的脚呢 看上去呢 更加的瘦长 那如果这个斜盖过于短呢 比较短的话呢 第一呢 不保暖 让脚看上去更宽 而且呢 那个款式呢 也比较过时和老气 那么越加深的斜盖 越瘦的斜盖 会让你的脚型呢 看上去呢 也更加的瘦长 那看上去呢 它整个斜型呢 也更加的经典 更加的现代 那金属扣一样 要比较含蓄 比较低调 不要过于过大 或者过厚的金属扣 那一星期的最后一天 星期天 我们来穿一款 轻松舒适的图案毛衣 图案毛衣 自带休闲感 在周日放松休闲的时候 穿再合适也不过了 配了黑裤子 风格上下不搭 有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 那右边换了条 深燕麦色的裤子 裤子的颜色和毛衣上 图案的颜色一致 看起来十分的和谐 裤脚呢 我把它卷起来 两边扣住 露出浅色的几皮靴子 轻易就营造出了一种轻盈感 或者呢 也可以换上前面那一条 浅燕麦色的长裤 再穿上一个棕色的素皮夹克 利用素皮夹克和里面图案的棕色 做一个内外的呼应 那这款毛衣呢 是100%的美丽弩羊毛 柔软舒适透气性好 我个人在选择羊毛衫的时候 会首选美丽弩羊毛 如果你喜欢穿米色啊 驼色啊 棕色这些大地色 那这款图案毛衣呢 可以闭着眼睛 大家都不会出错 那我个人在日常的穿搭中呢 会尽量避免普通的黑色的裤子 那有两个例外 就是黑色的牛仔裤和黑色的皮裤 牛仔裤和皮裤 由于它材质的特殊性 会给你的整体穿搭呢 增添你的穿搭个性和穿搭风格 所以呢 它们两个是两个例外 好了 那今天的黑裤子穿搭呢 希望对你的秋冬穿搭有所启发 能够对你提升你的穿搭时尚度 穿搭的个性化呢 有一定的帮助 那最后呢 来说一下今天的首饰 那曾经有朋友留言跟我说 戴眼镜应该如何选择首饰 那就是根据你眼镜的镜框的材质 比如说我今天这副眼镜呢 是一个金边的很细的金边 所以我在首饰我的耳环呢 和我的项链上都选择了 同样是18K镀金的 比较小巧的首饰耳环和项链 因为你的上半身呢 你的头部呢 已经由于眼镜 已经是一个主要的focus point 它已经很吸睛了 占地面积也很大了 所以你的耳环呢 你的项链呢 就不要面积过大 体积过大 那也不要选择不同的材质 比如说金边眼镜配银饰 或者金边眼镜配珍珠 挑战性都是很大的搭配 不是完全不能配 但是挑战性的比较大 最容易的呢 就是金色的边的眼镜 配上金色的金饰 看上去呢 和谐又不容易出错 那我们的眼镜呢 除了常见的金边眼镜呢 还有这种黑框的眼镜 那在戴黑框眼镜的时候呢 我就选择有黑色吊坠的项链 那我以前分享过 我们东方人呢 由于我们的眼珠子是黑色的 所以戴有黑色吊坠的项链呢 特别的好看 西方人是戴不出来这种特色的 只有我们东方人 深色的眼珠呢 配深色的吊坠呢 有一种特别美 特别和谐的感觉 那今天的黑色的眼镜框 配黑色的吊坠 那么眼镜框上有一些金色 那所以呢 耳环呢 我留了同样的金色耳环 金色的眼镜框加金色的链子 那黑色的眼镜框呢 配黑色的吊坠 所以看上去呢 协调又统一 那换上金边的眼镜呢 和这款项链呢 看上去也很和谐 因为这个黑色的吊坠呢 和我们的黑色眼珠呢 还是可以呼应上的 那么耳环和项链的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这一集影片的下方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影片分享 对你有帮助有启发 别忘了点赞 留言告诉我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每星期发布的新视频了 那你的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做好这个频道最大的动力 好的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星期不见不散